山顶 一座隆起的土堆旁 肉肉将一块歪歪扭扭的木牌 插在了地上 上面写这一行字 用的是这个世界的语言 他为伙伴挺身而出 用生命书写了关于勇气的传说 泰迪 除了这个名字 下面还有白熊骑士团全体成员的署名 关于他的记忆很多 不过他写不出来太多华丽的词枣 更无法用三言两语将其概括 希望下辈子 你能去我们的世界看看 对了 要是能选 尽量选那个长着黑眼圈的 他们日子最舒服了 伸出熊掌轻轻摸了摸那龙起的土堆 肉肉小声嘟囊了几句 撑着笨重的身躯从墓碑前缓缓站起 风儿轻轻地吹 摇曳着他白色的毛发 和旁边地上的草 远处的朝阳已经升起 在森林中撒下一片淋淋的金黄 他想唱一首歌再走 却想不起来该唱哪一首 盯着那块木牌上的木志明 摸着下巴的尾巴沉思了一会儿 忽然发现了盲点 等等 把我们的名字也写在上面 会不会让别人误会下面也埋了我们 一 你不要在这时候讲鬼故事啊 刚才还在伤心难过的肉肉哭笑不得道 确实有点怪怪的感觉 芝麻糊表情也有些微妙 食指抵在唇边 就好像 立了个很大的flag 尾巴忽然一脸阴间的表情 压低声音鬼鬼祟祟道 说到鬼故事 不知道你们听说过那个 某天有个女孩参加朋友的葬礼 忽然发现墓碑上写着的是自己的名字 好了好了 求你别说了 肉肉捂住了尾巴的嘴 后者发出了唧里呱啦的怪叫 欢闹的声音冲淡了些许悲伤 回头看了一眼那块潦草的墓碑 芝麻糊轻轻蹲下 将一朵从山下带来的小花种在了旁边 既然是完全真实的虚拟现实游戏 想必等过些年 五颜六色的小花应该会开满整片山坡吧 只要服务器不回荡 从地上站了起来 她看向了一旁的伙伴们 脸上露出笑容 要出发了哦 仿佛永远都充满着干劲 从肉肉怀中挣脱出来的尾巴 精神抖擞地挥了下拳头 哦 冲 因为一份报纸 整个巨石城内人心惶惶 而搅动这一切风云的始作俑者哈尔 此刻正意气风发或者说得意洋洋 家印 昨天那期在家印两万份 现在我们的读者不只是酒馆里的闲人 游荡在街上的无业人 还有一关楚楚的市民 住在内城的贵族们 她坐在报社的窗台旁 手中握着一瓶香槟 一大清早就喝的微醺 满身酒气地向编辑部里的众编辑们发号施令 是的 一瓶 而且还是一大瓶 不过这一切是值得的 就在前天 幸存者日报 得出刊量还徘徊在6000左右 而昨天的头条一出来 市面上的报纸瞬间被买断货了 不止如此 订阅量也翻了一番 现在整个城市的人都在听她说的话 至于豪斯 不过是一条只会在广播里阴阳怪气的败犬罢了 她根本不放在眼里 从员工们的身上挪开视线 哈尔看向了站在编辑部里的方长 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我亲爱的朋友 你带来的那两张照片简直完美 要不你干脆来我们报社当记者吧 以我从业多年的经验来看 你简直是个天才 从业多年还行 方长记的一个月前 这家伙还是个彬彬有礼的王室成员 短短几周的时间 便被腐化成了这幅不拘小节 满嘴跑火车的样子 她一时间不知该吐槽摧残人的到底是报社 还是这座满身铜袖味的城市 轻轻咳嗽了一声 方长说道 你不如感谢我们的管理者大人 我最多只能算个搬运的工具人 哈哈 那位当然也要感谢请允许我向管理者大人献上 仅次于沙海之灵崇高的敬意 说出这句话的同时 哈尔又对着瓶子吹了一口 方长觉得他并非发自内心的尊敬 只是随便找了个喝酒的借口 不过 自己似乎也没有调侃他的立场 就像总有人把雷霆牙挂在嘴上 但真正喜欢牛头人的玩家却没多少 这游戏最早开始叫尊敬的管理者大人的人就是他 到现在这已经成为玩家的约定俗成增加代入感的口皮 至于是否尊敬 可能钦佩确实有一点 毕竟想在现实中找个这么光明磊落 大公无私 鞠躬尽瘁的人 恐怕只能翻开历史书去出诗表里找了 但要说发自内心的尊敬 对一个游戏中的人物 好像确实也谈不上 向管理者大人致敬 方长简短地说了句 用手中的酒杯和他的酒瓶笑着碰了下 浅尝了一口 便放在一旁 你们一大清早就喝酒真的好吗 抱着双臂的多利小声抱怨了一声 编辑部里的大伙们都在埋头苦干 方长也就算了 他本来也不是报社的人 只是偶尔会来做任务 但这个哈尔 好歹也是社长吧 没关系 即使是喝醉了 我也能用十二种排序写出精妙的词句 格 哈尔打了个酒格 摇摇晃晃地找了张椅子坐下 我想好了 这场战争会是个机会 未来的 幸存者日报 不只是据实诚的报纸 将成为整个河谷行省 甚至整个废土醉畅销的报纸 方长开了句玩笑 做大做强 再创辉煌对吗 哈尔眼镜一亮 腾出右手打了个响指 就是这个意思 恐怕有些难度 这废土上连个统一的货币都没有 哈尔笑着说 哈哈 这些问题总会有人解决的 我相信会的 看着他胡言乱语的样子 方长笑着摇了摇头 正打算和多利从这儿离开 就在这时 哈尔忽然开口说道 其实我有些不明白 不明白什么 看着停下脚步的方长 哈尔继续说道 那个书语和我说 这对我们打败军团很重要 他说的确实没错 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不小 尊敬的管理者为什么会认为 一份报纸就能解决问题呢 在这里 普通幸存者说什么 其实根本不重要吧 他们连饭都快吃不上了 哈尔表示了疑惑 这儿其实和他的家乡很像 洛霞行省的王国 所有一切的权力之属于至高无上的王 而这里所有一切的权力 都属于那个从不公开露面的城主 就算军团的飞艇把这座城的人下了一跳又如何呢 哪怕所有人都在那400毫米主炮的面前瑟瑟发抖 城主也没出来说一句话不是吗 是的 方长并没有否认 哈尔好奇地问道 那向他们宣传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当然 这只是我个人的好奇 反正他们爱看热闹 哪怕没有管理者的指示 后续的报道我也会做下去 意义在于动员 动员 是的 我们在打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战争 而且关乎的不只是我们的生死 虽然我们影响不了城主的决策 但我们可以让那些想活下去的人 趁着一切还不晚的时候做些什么 不管他们是贸易战的装卸工 流水线上的工人 拿钱卖命的佣兵 或者工厂主 银行家或者别的什么 据石城当然有他的主人 但终归还是由这些人组成的 看着最熏熏的报社社长 方长停顿了片刻 继续说 这座城市就像一台生锈的机器 我们需要让他动起来 能动一点是一点 能唤醒一点是一点 而这 就是动员的意义 哈尔略加思索 最熏熏的脸上浮起一抹沉思的表情 原来如此 我好像明白 你们打算干什么了 从报社出来 方长注意到走在一旁的多利 正一脸好奇地看着他 怎么了 你怎么知道那么多东西 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的语气说不出是惊讶还是崇拜 也可能是都有一点 可能因为我来自避难所 方长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道 避难所啊 双臂抱在了后脑勺 多力望着天空不知在想什么 这时候 他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 看向他问道 那你们懂这么多 不会觉得避难所外面的我们很笨吗 方长愣了下 失笑着说 怎么可能 倒不如说 他挺佩服这些废土客的 能玩强乐观地活到文明衰退的200年后 带着滤镜逛逛道还好 真要是生活在这个世界 他觉得自己多半会疯掉 并不是心理承受能力不行 而是对于自己的能力有着清醒的认识 都不用什么战争 漠视 废土了 光是有钱买不到东西 他的心只怕是旧的狂调 多力盯着他的眼睛看了一会儿 嘴角忽然轻轻一窍 好 那就好 翠绿色的头发轻轻一晃 扔下一句意义不明的话 他脚步轻快地走在了前面 看着忽然心情不错的女孩 方长不禁陷入了沉思 被夸聪明至于这么高兴吗 这也太好轰了吧 曙光城 陆军指挥部 木制的指挥桌上 正躺着一份小妻帮忙整理出来的前线战报 由于稳定的通信网络还没建成 楚光只能通过官网论坛了解前线的动态 基于形态形成场建立的通讯网络 完全运行在另一个毫不相干的平行世界 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保证连接畅通 连续三十几个小时强行军 化整为零渗透进入防区 横跨15公里连续5次突袭 歼灭人数接近一支满边百人队 您确定这是一支只有20人的部队吗 最关键的是 竟然只有少数人受非致命伤 无一人阵亡 瓦努斯的脸上写满了吃惊 老实说 他不是狠信 战报掺水可以说是前线部队的机操了 这个他深有体会 不过 这也是情有可原的 毕竟战况瞬息万变 倒地三分钟没人带走算机杀 有人带走算机伤 不可能真的有人拿着望远镜掐着表 去算某个敌方单位倒地不起多少秒 身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官 首先需要具备的素养便是甄别前线送来情报的真假 并根据模糊的情报判断大致的战况 指挥也许还活着的人 执行也许能完成的命令 如果是他的手下送来这样的战报 或者在电台里向他说这样的话 他的第一反应肯定是那家伙在放匹 然而 这份战报 毕竟是管理者亲自拿来的 这位大人可不是那种对战争一窍不通的外行 听闻早些时候 他不但扛着氮气动力锤上阵杀敌 还带头吹过冲锋哨 后来联盟的人才越来越多 他才在留下了一堆神呼其神的传说之后 逐渐从前线转入了幕后 如果让瓦努斯评价 此功若是生在军团 少说也是克拉斯 格里芬将军那一级别的人物 至于为什么不是更高一级的军团 长河至高无上的元帅 也仅仅只是因为寻常人 凭能力只能做到将军的位置罢了 吃惊的人不只是瓦努斯 包括指挥部的一众军官们 在看到那份漂亮的不像话的战报之后 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准确的来说 是目前知道了二十多个 还有一百多人和后勤资众正在行进途中 预计三日之内到达 说到这儿 楚光的脸上也是不禁浮起了一丝感慨 别说你不敢信 我刚拿到这份战报的时候同样惊讶的不行 不过我可以肯定 他的真实性无庸置疑 在论坛上交流战况的玩家会互相验证 而小七帮他整理出来的战报 已经是最终验证后的结果 同时也是最接近真相的结果 舰道管理者都这么说了 众军官便不再质疑这份从前线送来的战报 转而讨论起了应对策略 根据前线消息 钢铁支星号疑似引擎发生故障 舰体外侧能看见明显的悬吊支架 以及正在维修的施工人员 与此同时 他们还增加了地面部署规模 投送了大约千人左右的兵力 看样子应该是打算把锐股市当作根据地长期驻扎了 不过他们的手段并不高明 仍然是武力威胁的老一套 派士兵勒索附近的幸存者聚居地 要求其向飞艇贡献粮食 牲畜和劳工 同时用地那儿收买那些佣兵 掠夺者作为边外部队 当地幸存者也因此颇有怨言 看着悬挂在架子上的地图 楚光继续说道 我和前线的指挥官沟通过 他和我的想法基本一致 战役的第一阶段 我们要在战略上团结当地幸存者 战术上通过游击消耗对方有生力量 只要我们能在第一阶段让对方减元20%以上的目标 就有可能迫使他们撤出这片区域 或者 采取更激进的策略 说到这儿 楚光顿了顿 环视了指挥室内在场的军官们一眼 如果事后一种情况 战场恐怕不会再局限于150公里之外 我们需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与此同时 在最终决战之前 我们必须找到能够将那艘飞艇有效击落的办法 楚光忽然看向了正在思考的瓦努斯 你和那个迈克伦舰长熟吗 瓦努斯愣了一下 随即苦笑了一声 我只是个千夫长 而且 是克隆人兵团的千夫长 能在40岁之前坐到舰长的位置上 那个人在军团中前途无量 根本没必要理会我这种小人物 军团虽然以数量众多的克隆人大军文明废土 但指挥炮灰部队的军官地位却只能说一般 尤其是钢铁之星号这类空中堡垒 又属于和陆军截然不同的体系 就算是打了照面 那个迈克伦估计都不会多看他一眼 楚光点了一下头 没多说什么 嗯 看来谈判的选项可以放弃了 虽然他本来也没抱过这个幻想 关键是那个麻烦的偏倒护盾 第一兵团的兵团长扳手 皱折眉头说道 如果我们弄个速度很低的炸弹 扔到他们身上 瓦努斯摇了摇头 真有你说的那么简单 别说从西海岸飞到这儿了 他们连家门口都飞不出去 遍布机身的防空机枪 足以拦截任何低速靠近的目标 更别说爆炸物在开阔区域的破甲效果 恐怕也就对付一下他的引擎 那些并联的一长牌的螺旋桨 倒不是什么技术含量很高的东西 弄坏几个并不难 然而 就算把那东西打光了 也顶多就相当于自行车爆个胎 坦克断个履带 根本造成不了实质性的损伤 这家伙就没有弱点吗 扳手忍不住问道 瓦努斯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弱点 当然是有的 楚光立刻问道 在哪里 腹部 瓦努斯指了纸照片中 那艘飞艇的正下方 这儿是头弹舱 相较于其他部位 这片区域的火力密度是最小的 我之前有听人说 曾有幸存者用密集的气球阵 给他们造成了不小麻烦 虽然就结果而言 最终还是那座幸存者聚居地被移平了 指挥部内陷入了沉默 一名参谋部的军官沉思了片刻之后说道 弱点在腹部 如果我们把防空炮弄到他们的正下方开火 能对那艘飞艇造成有效伤害吗 瓦努斯摇了摇头 那我就不清楚了 但我觉得他们的地面部队 和飞艇上的观测手应该都不是瞎子 第一兵团的军官握紧了拳头 还是想办法弄个垂直发射的登陆艇吧 我们先埋伏在他们下面 然后像掏鸟窝一样捅上去 我们有着最强的轻步兵 只要冲进那座堡垒 分分钟把那玩意揍趴下 瓦努斯叹了口气没有说话 这次都不用他反驳 连站在一旁边的扳手都忍不住吐槽了 如果他们往下扔炸弹呢 就是 还有 往天上发射的登陆艇是什么东西 我听都没听说过 看着七嘴八舌讨论着的众军官们 楚光也陷入了沉思 就在这时 一个电话忽然打到了他这儿 我接个电话 留下这句话 楚光便转身走到了门外 将讨论的时间暂时留给了指挥部内的众军官 电话是卢卡打来的 上半身刚出现在 V.E.M.的屏幕上 他便迫不及待地开口道 大人 据石城的市政厅今早召见了我们驻派办事处的负责人 那个杜龙 是的 他说什么了 面对管理者的询问 卢卡依脸耐人寻味地说道 他说了很多 比如 问我们是否需要帮助 并且他还提到 由于年初我们帮他们分担了一部分浪潮 导致他们为应对浪潮准备的军火库存剩下不少 如果我们感兴趣 他们愿意五折卖给我们 虽然这毫无疑问是好事儿 但由于对方开出的条件实在太过于慷慨 以至于他拿不定主意 这里面会不会藏着什么大坑 因此 他接到消息后 立刻把电话打来了楚光这儿 楚光听完之后也愣了下 下意识问道 是市场价的五折 还是成本价的五折 采购成本的五折 而且那个杜龙还说 如果我们钱不够 可以再借一笔贷款给我们 专门用于军火采购 卧槽 还有这好事 楚光的脸上写满了诧异 虽说把巨石城拉上联盟的战车是他的主意 但这速度 未免也太快了吧 看来那门400毫米主炮 给生活在巨壁里的文明人们带来的震撼不小 连赚钱都顾不上了 没有丝毫犹豫 楚光立刻说道 让他们赶紧送过来 有多少我要多少 越快越好 另外 记得告诉他们 光是应对浪潮的武器还不够 步枪和火炮我们自己能造 我们需要的是真正能够对那艘飞艇造成伤害的武器 这时候 楚光忽然想起来刚才军官们讨论的内容 一点也不客气地在后面补了一句 尤其是高空登陆装备 如果能帮我们的人登上那座飞艇就更好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